Good morning students,大家早上好,我是总统老师David老师 还是要今天早上在这个上海 互相往下,Sigitalk这个地方,帮大家做一个承接美语 我们来讲一些语法以及发音的一些练习 好的,还是一样,同学们今天晚上 八点钟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音速课程的介绍,第二堂 那老师还是会在晚上这个地方 多谈到一些关于这些辅音的一些音速 还有操作的一些层面 还有老师去讲一下这些辅音,该怎么发音 希望从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来听我们的第二堂音速 还是一样啊,就加入老师这个 陈坚美语的这个 CC群的 那我们这个CC群是8171115 那还是一样,8171115 那陈坚美语这个课程 也希望同学们有加入的话,可以在老师的一些 个人的老师的文件分享中,找到一些老师的一些辅助的教案 教材,还有一些 书籍,大家可以读一下 那还是一样,在昨天 我的CC群里面,有给大家做一些复习,我有讲到五篇文章 还有一篇这个影音基础的一个发音教学 文章中有ESS,ESS,ED,EST,ET的这些组合 那我们来把它拿出来,我们来做个练习,就是昨天的在CC群这个地方 老师有些什么样子的发音 那我们有ES,ESS,ESS,ET的组合 ET的组合 那同学们可以看一下,那先注意一件事情,在ES以及ESS的时候 我们发现生词还蛮多的 利用一个基础的一个因素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到S以及SS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组合的时候 在拼读,我们在讲拼写这个生词时,通常我们要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SS的这个发音,不管是一个S,我们念S,或者两个S,我们也是念S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拼一个生词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它到底是SINGLE S还是 DOUBLE S 这有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那当然我们如果用一个原理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就是用一个 我们讲的原音再加辅音的组合,或者我们用音数来看的话 就是合音加一个尾音的一个组合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S以及SS的拼法 有的时候会少拼一个S,或多拼一个S 这个时候会有点 拼的时候可能要自己确定一下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叫ESSED的时候 按照这个逻辑,老师我通常会这样跟你讲 有的人在拼这个音节,在分辨的时候 有的人会认为ESSED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音节 这是常见的一个错误 常见的一个错误 常见就是你把ESSED分成两个音节 其实ESSED它是一个音节的字 如果它前面有加上一个拼读的概念来说 ESSED它其实只有一个音节 那当然一般同学们在操作的时候,他可能认为说 这边我们在这个原音E的后面,又配上一个E 而且这边有两个辅音,两个辅音隔开来了 有些这些老师他会这么教 就是说当你后面超过两个辅音的时候 就在这个原音的后面超过两个辅音 你要把它分成两个音节 这种分法的话,它一般来说就是因为它对这个发音的逻辑概念不足 因为有时候不是它有两个音,隔开两个音就一定会分音节 这个不一定,要取决于它这个S 当我们在S的话,它是无声的 或者我们讲说它是轻音 所以你会念S,就像前面的S这样子的念法 S,S 但是注意,因为ED 我们在讲ED的规则 ED它是一个尾根 ED它是一个suffix,它是一个尾根 那它代表了它也许是过去式或者是过去分词 它代表的这个含义是这样 某个生词的过去式或过去分词 那最近在我的尘尖梅雨的时候 我也教到有些动词加了ED 它变成过去分词时,它确实会变成形容词 有些字会这样子,不一定是全部都会 那当然你变成这个样子,那当然注意一件事情 ED加在这个S结尾时,它会念T 如果它结尾是D,结尾是D的话,它会念ED 那结尾是无声的话,它就念T S-T-R-E-S-S-E-D,我们就念Stressed 所以你会发现它只是念一个T这个音 当然这个必须要透过类似国际音标的这样的学习 所以才可以把这个规则比较熟练一点 所以说ED,有的时候加了ED,有几种发音 可以念E-T,或者念D,或者念T,这三个音 那这个规则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你才可以很快速的分别,它到底是念E-T,还是念D,还是念T 那基本上T,前面配的是无声 D,前面配的是有声 E-T,前面配的是什么?D 通常是这样来做区别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学习,还可以多学到一些规则 为什么要加ED,因为ED是尾根 那有些动词加了ED,代表过去式,或者代表它的过去分词 那它的过去分词有分,有可能是当形容词 也有可能转换成形容词 所以这是一个英语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由这三个规则中 大概带出来一些其他的规则 这个老师在昨天这个课程给你做一个补充 给你做一个补充 那当然昨天也教了ET的这个发音的方式 是ET的这个发音方式 还有ETCH ET,ETCH 同样在ET以及ETCH ET以及ETCH 你会发现,单独一个音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从这边分开来 前面是原音,后面是辅音 也就是我有一个合音Nucleus 我有一个尾音Coda 当然合音跟尾音 合音跟尾音还有手音 它都有固定的 我们在像老师晚上的这个Funny的这个课程 音速的课程 我大概有带过给你一些逻辑概念 你可以把音速固定的音 把它多数容易的讲的这个音 把它背起来 对你的发音技巧是会有增进的 那当然在ETCH的时候 又回到了这一组音速 TCH 有的时候我们在考量 CH的音就比较多了 有念CH 有念K 少数状况下也可以念SH 但TCH 他就一定是念CH 那在这个样子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念一看TCH 我的心中就在默想 TCH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我就直接念CH 这就用音速的快速的一个念法 所以这昨天的这五篇文章 我稍微解释了一下 那还有一篇影音的教学 那昨天那篇影音教学 我现在再回来这个地方 昨天影音的那一块 我们来做个复语题 他昨天讲到UCK了 UCK这个组合 UCK这个组合 在UCK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昨天老师提供的声识非常多 十几个都是用UCK结尾的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英语在讲到UCK这个组合的时候 英语在讲到UCK这个组合的时候 英语在讲到UCK这个组合时 在自然拼读中 很明确的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Diagraph 它是一个Diagraph 它是一个Consulant Diagraph Standard Consulant Diagraph 非常正式的一个二合辅音 这是Phonics 就已经有提到这一个 CK是二合辅音 所以CK合起来 我们会念K K 就好像CH 我们会念曲一样 道理是差不多的 它是一个标准的二合辅音 所以说我们在讲 有时候我们拼读规则用到K 这个拼法是你要小心 当你听到K这个音的时候 它也许是由单独的一个K 所引导出来的K 但有时候也可能是CK 所引导出来的K 那当然我们把这个K 这个音固定下来之后 我们用U 我们可以用AEIOU 所以我们看看 AEIOU 和U我们加上K 这个音 你会去想一下 这样子的拼读的一个概念 会不会引导出来很多生词呢 对于说我们讲A C K 就Black 对不对 E C K 就Deck D E C K I C K 我叫什么Brick B R I C K O C K 我叫block B L O C K U C K 我就随便 D U C K 就Duck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增进一下 你确实了解 拼读所引导出来的生识 它的生识量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用 不管是你用Phonic 音速的一个技术面 技巧面 还是你要用自然PIN 就是Phonics 来去解释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在C K 组合出来的生识 它能引导出来的生识 就非常多了 相对的用K 单独一个K 引导出来的生识 比较起来 反而没有像 C K组合 这种组合 能引导出来的生识更多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自己去做一个技艺 老师每天都是有在公布一些文章 有公布一些想法 也是希望说同学们 如果有想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的拼读的概念 这么差的时候 有没有想要去 找到一些比较正式正统的方法 来去做一个训练 那当然这个是昨天的另外一片 音教学 我知道有些同学们可能 觉得说看一些东西很累 我还是要跟同学们讲 学习东西就是这样 有时候不是这么简单 要花时间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的话 在老师找上公众群这个地方 你有问题提出来 老师可以给你做个解答 那当然晚上这个八点钟 这个因素的第二个 今天晚上这个因素课是 老师公众课中因素 这个月的最后一堂 除非我有机会再重做 但是应该来说我觉得那两堂就够了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因素的事情 那下一堂开始就不会讲因素 应该我们就会讲国际营标了 然后跳回来 国际营标的快速操作法 所以整个九个月有八堂公众课 我们已经用掉了一堂 还有下面那一堂 如果你对因素的一个逻辑 不是概念不是那么懂 晚上来听一下 那老师先要先讲好 就两堂而已 没有第三堂 好 那因为我一定要跟同学讲 不然有些同学会以为 这个月有八堂因素课 不是这个月只有两堂 所以说你不要搞错了 没有第三堂 好 那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到我们的基础的美语 Basic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那我们基础的美语法 以及发音的一个练习 大希望说我们今天同学们有作文 我这最近的课程 有些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说 他可能难度往上调了 老师已经把下个礼拜的公众课 昨天最近这两天我都在写 那当然因为他的难度往上调了 而且有的人就看我后面那个发音的地方 老师都要想 比如说你看我教两个小时 可能我写教材也超过两个小时 我要边写边想到这一段顺不顺 所以说也希望同学们 会喜欢这个课程的编法 老师在这个课程里面用到的巨型或什么 都是重新想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 我昨天讲了题外话 我昨天有个学生 家长好久都没有打 就忽然间打电话给我 我就跟我要一个我之前写的书的解答 我说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他说我以前是你学生 我说好我懂 那解答不就是当初我给你书死后面 他说搞丢了 后来问他说那你最近在干嘛 他说我在师范大师范那边 读书 我说那都读师范了 你还跟我要这解答 你自己解吧 听了之后他笑一笑 我说老师那个书是十几年前写的 你竟然跟我要十几年前书的解答 题外也笑一笑 所以我今天晚一点 我还要去从我的电脑档案里面 去找一个我旧书里面的档案 然后去给他 所以小孩子也蛮好玩的 好几年没见到了 我竟然跟我要十年前书的解答 所以说教书就是这样 我希望说大家就去了解到 老师给你的目前的这一些课程的 老师也在文件分享里面的 也希望说你好好珍贵的保留起来 不要过了五年十年 你忽然已经想到我了 然后找到我了 我说老师那十年前那个解答还有吗 这个就很难 用过很多东西都是新写的 OK好我们看今天的剧情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he has black eyes and brown hair its the glitter is the girl in skirt is the girl in skirt is the girl in skirt and a black striped shirt your sister oh yes thank you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he has black eyes and brown hair is the girl in skirt and a black striped shirt your sister oh yes thank you 今天这一段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几个句型反而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跟我们前几堂课教的有点不难 前几堂课教给你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 前几堂课我们都在教形容词 我们一看教形容词有三级变化 原级比较级最高级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复习 我请记得老师的课程大部分都是连贯的 大部分都是连贯的 如果你对某一堂课听起来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往回看最近的这三集 最近的这三堂课应该都是连贯的 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很喜欢用连贯的写法 在比较靠近的课程 给你做一个交叉的一个学习 那就回到这个形容词 adjective 这个形容词 我们的形容词的概念 我一直要跟同学们讲的 你要有个良好概念 形容词就是形容名词 它的责任 它的工作就是形容名词 an adjective describe the noun 一个形容词就会形容名词 形容词形容名词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好奇 有的时候有些同学们去翻字典 他说奇怪我看到了一个 看到了一个单字 看到一个生词 它是一滴结尾的 却也是形容词 我怎么感觉它像动词 所以说我一定要有一个逻辑概念 一定要有一个逻辑概念 如果你是逻辑概念 并不是很足的时候 并不是很足的时候 或者你的概念本来就是错的 那你会在很多的句型中 在做判断的时候 会做一个错误判断 我跟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考试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考试 因为现在的考试几乎都是有选择题的 以前的考试是只有填充题 所以很多人在考试的时候 永远是这个概念 需要手写的时候写不出来 所以他在选择题的时候 他很会找答案 到了真的要靠实力写作的时候 就不行了 这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一个相似的答案 来给你做一个猜的动作 如果一个考试都是选择题的话 我相信中途老师猜题的能力还蛮强 所以说猜题有猜题的逻辑 猜题有猜题的逻辑 所以很多老师他会教你一些猜题逻辑 那实际上你没有的猜的时候 你还是不会嘛 我回到这个问题点吧 很多外面的一些专业的课程 都是教你解题猜题 却不去告诉你为什么 它都是一些技巧面 当然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学习 但是这样学习有的时候也是有帮助 代表你技巧面很好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形容词 形容词这个地方 还是一样原级比较级 最高级这个地方 当然形容词我们后来也发现了一件事 在动词的PP形式 过去分词的时候 或者现在分词 它都可以当形容词 或者在ing形式的时候 还可以当动名词 所以你这个在考量 到底一个生词 是不是形容词 其实它的技术面太多了 它的技巧面太多了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就是形容词它有分三级 原级比较级最高级 这一定要记得 原级比较级最高级 那你要知道它的ER级变化 还有EST级怎么写 这个规则一定要有概念 那我们来看第一句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这还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先看 You look for 就把它三个 把这个写原型 look写原型 You look for 你看谁 你看得好像看谁 其实look for 就变找谁了嘛 正在寻找谁 look for 所以你看look for的时候 这是一个动词 这是一个介细词 那我们要记得一个良好的概念 当你写到介细词的时候 当你写到介细词的时候 通常介细词后面是不是应该有个受词 我们要先讲成一个构成 介细词片语的第一含义就是有一个介细词 有一个受词 受词 那先记得一件事情 当我讲到主词 当我讲到受词 主词以及受词 他必须是名词 他必须 不是说有什么 有什么 缓转的空间 当我讲必须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能是这样 所以主词跟受词 他必须是名词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名词时 他的朋友 因为代名词 代名词可以代替名词 所以这个也成立 这个也成立 代名词代替名词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老师讲话的顺序 我说主词跟受词 必须是名词 但是 代名词可以代替名词 所以他们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你就要用这个逻辑来记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在介细词片语的时候 这边要有一个受词 你在找 某个人 或某个事物 人事物地方 时间 统称名词 你look for 一个名词 一个受词 好那当然 如果你今天 是在用写现在进行词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把这个 u后面跟这个动词 中间加一个b动词 现在进行词就加r了 所以当r进来这个句子的时候 you are looking for 这时候就加ing了 这时候就加ing了 那当然 you're looking for you're looking for 你在找什么 you're looking for 那我们就写一个东西 再来你把它改成疑问句的时候 这个r 就会移到这个主词的前面 are you looking for are you looking for are you looking for 当然 最后面这个 假设你要找的是人吧 而且还是不确定的人 这个时候如果变成问句 这个人再往前移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好 他们有人问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你现在要找谁啊 这时候他讲说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同样的道理啊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好 我们 我跟同学们讲 你至少会要懂得 它原来的一个基础概念 所以 i'm looking for 这时候 他的受词产生了 sister i'm looking for a sister 当然sister记得一件事情 for sister 还是for my sister 在语法上 你要注意一下 当然回到一个基础语法的概念 普通名词在单数的时候 普通名词在单数的时候 也就是可数名词在单数的时候 请记得 前面要加什么 要加形容词吗 让它特别一点 对不对 让它特别一点 因为我之前就有教过你一个概念 不可数名词 它前面什么都不加 这是可以的 因为不可数名词就很特别了 我总想 名词在复数的时候 前面也可以什么都不加 因为它有个s以8 代表special 会教大家一种很特别的背法 所以当它既不是不可数名词 又不是名词复数的时候 前面要加什么 加所谓的形容词 形容词当然有分很多种类了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重点 今天的课程就是在讲 形容词 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词 可以叫形容词 今天的话题就在这里 这反而是一个很困难的话题 好 所以我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my sister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所以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在前面加my 你可以加er 你可以加the 如果你说一个替换动作 你给加this 你给加that 我给你一个全新的想法 我给你一个全新的想法 很多人在讲这个sister for my sister for a sister for the sister for this sister for that sister 我们不要看前面的东西 我们不要看 我们就单纯就技术面 技巧面来去讲这一题 你有没有发现 for my sister for your sister for his sister for her sister for our sisters for our sister for their sister for their sisters 对不对 你用单数复数 做一个切换的动作 你有没有发现 都可以吗 for my sister 给我的姐姐 for sister 给一个姐妹 for the sister 给那个姐妹 for this sister for this sister for that sister 给那个姐妹 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前面的这些字 可以互相换来换去 它意思不同而已 是吧 所以知道这什么意思呢 这边呢 抓最后一个字叫什么 指定代名词 好 我们来就讲 指定代 指定代名词 指定代名词 它其实是有形容词的 是含义的 是有 它是definite 指定的 或者indefinite 无指定 像这个er就是无指定 所以这个this就是有指定 有指定或我们讲特定 那er是无指定 我们称不定啊 我先给你一点 这样方面的一个学习 其实这有点困难 这有点困难 我为什么讲有点困难 因为有些人 他对词性 心天来说 他就是感觉不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假 或不这么假 所以你在运用层面的时候 你没有去考量到 一个字 一个词 你会背过 你会背那样某一个格式 可是跳脱掉这个格式之后 你就解释不出来 解释不出来之后 就像老师 很多东西都会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 我们可以换字 我们可以在前面换 马上就意识不同 因为你要找 这个叫什么 像这样子的词 不管是my,er,the,this,that 他们在词性来说 他们的格是一样的 他们的格是一样的 也就是他们的格是同等大小 你要听懂 同等大小 所以你用了my 你就不能用er 你用了the 你也不能用er 你用this 你也不可以用my 你用that 你也不可以用my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什么答案 这些人是同 这些词是同格的 大小还一样 它的位置 它的排序 它的序 词的序 顺序 词的顺序 他们是同样大小 同样的重量 就是一样 就是他们 这个序来说的话 他们是同一个序了 我希望你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待会可能会带更难的东西进来了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 sister 为什么前面可以加这样的词 所以你看 一样 如果是进行式句型 我们就写 I am looking 比动词加进来 就变成 I am looking for my sister I am looking for my sister 这个句子怎么来的 I look for a sister I look for my sister I am looking for my sister OK 希望同学在这里 还很顺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我直接跳过来 先不插调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注意一件事情 What do 主词 look like What does 主词 look like? 你要先注意 当你在现在时的时候 主词是有分一人称 二人称 三人称 是有分 还有复数人称 所以你 does 是用在三人称 一、三 以及复数 还是用do 所以当然 这边有个联用 比较小心的就是like这个字 like这个字 like这个字 它天生有两个词性 要么我们讲的是 情态动词的like 要么我们再讲的是 戒系词的like 就是因为like这个字 不好判断 我相信 你的词量不高的时候 或者你的语法程度 不是很足的时候 常常你会看到like这个字 但是你搞不清楚 到底现在这个like 是动词的like 还是戒系词的like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每次为了解释 这个like 到底是戒系词 还是动词 很多同学听了好多次 还是听不懂 所以说 这一关是比较 所以我们看 如果你用主词 look like 所以你必须要背 look 当它是look加like的时候 这个like是戒系词like 这个like是戒系词like 而不是动词like 你一定要背 look like look like 看起来是 look like look like 那个like 它是戒系词 戒系词的like 当然什么是戒系词 戒系词介于两者 介于多者之间产生的所谓的关系词 位置词 会代表什么 情况 情形 状态 位置 时间 地方 好 这个是要背的 这个是要背的 如果你不背 所以戒系词 它有一个definition proposition proposition的话 当然有人称它叫位置词 也有人讲它是戒系词 看它翻译 有很多种翻译法 不过最主要 就是 讲到那个字 pro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叫国外人的想法 外国人看到position这个字 他会想到是位置 好像这个东西在什么东西 上下左右 前后 或者两者之间 家人之间 有一些什么 像是家人的关系 或什么 它就会产生这样子 对他们来看position 他对外国人比较有感觉 中国人的话 可能感觉这个position 就position吧 还有什么含义 但你常常去学 像我们在工作磁场 我只有position 我一问 I'm the CEO I'm the manager 马上就 你就知道position 会带出来什么 人的职位的关系 What's your position in school 对不对 I'm the 什么的 对不对 那你马上在学校里的position 那他可能就这样 What's your position in your family What's your position in this relationship 有很多种问法 所以position这个字是非常广义的 看你是 看你是问在什么地方 他会给你一个 这个人的状态 所以我常跟人家 这种状态是很难解释的 好 所以当你用look like的时候 你要记得 它看起来像什么 你要这么翻译 所以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What does he look like? What do you look like? What do I look like? 比如说你有可能 那我现在看起来像怎么样 What do I look like? What do you look like?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好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like 所以我们 you look like的时候 可以引导出来 请问这个人看起来像什么 这时候我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 要开始了 所以老师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前面的课 刚刚讲的这些蛮简单的 那现在开始要进入到重点 好 She has black eyes and brown hair She has black eyes and brown hair 其实我去听到的名文是呀 所以说我们先讲一个重点 She has 所以有的时候 has代表拥有的意思 有 有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描述 我们去describe 我们去描述 当我们在叙述 一个人 他的长相 或他的穿着 你可以直接用主词 have heads 主词 have heads 然后再去把他的特征 给讲出来 并不是说你拥有什么 可是我们就用主词 have 这种格式 而且快速地告诉别人说 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长得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 并不是说你拥有什么东西 倒也不是这样讲 这是一个你另类 记得这一段语法 当然这时候他讲说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所以我们先发现一件事情 他用了hair and eyes hair and eyes 所以他用到两个名词 一个是hair不可数 头发 一个是eyes 眼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叙述人家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长相大概是有什么特征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用主词叫have 或heads 他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那当然hair因为不可数嘛 对不对 hair因为不可数 所以记得一个概念 当他是因为不可数的时候 不可数名词 当然有时候我们 有的同学就说 老师怎么会不可数 我就在数我的头发 一根头发 两根头发 ok 好啊 外国人的学习逻辑概念 有时候不太同 不太同我们的中文的一些概念 我回到一个重点 我有跟同学们讲一下 我们是怎么学中文的 我们在学中文的过程中 你会记得一个要诀 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名词 如果你去好好的去翻一下 小学生的课本 回忆一下 你会发现在一开始的课程中 当我们讲到名词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一些东西 一些名词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是先学这个名词 到底他的数量单位是什么 讲到筷子 老师就叫你背一双筷子 讲到笔 老师叫你背一支笔 讲到帽子 老师就叫你背一顶帽子 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概念 你如果好好细细的回忆一下 你小学课本 看看周遭有小孩子 哪一本来重看一下 你就了解我的意思了 所以中国人在学习东西的时候 在学下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们是先学这个名词 以及它的数量单位 这是两个是配套的 两个配一套的 所以你永远都考试时就一直在学这个东西 到底数量单位是什么 考试也正门考这个 看你有没有用对 所以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 是不会有什么可数名字 不可数名字这一块 我们从来就没有不可数名字这一块 什么东西我们都一定要把它数出来 外国人不同 太偷吃步了 太偷懒了 所以他常常不去教 他们不去教什么东西 到底数量单位是什么 遇到问题了才叫你去背 甚至有些生词 你还真的搞不清楚 它的数量单位到底是什么 还要去查特别的书 你才知道到底 数量单位是什么 对不对 我讲没错吧 就像你家里有一组音响好了 到底 如果你没有在国外身处 生活过 请问你我如果买了一组音响 它有 有DVD 配上两个喇叭 请问你它的数量单位是什么 我相信这位考导人 这位考导人 或者说你说你买了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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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常在讲这样子逻辑面 或者说说你去买汽车零件 他他有这个那个搭配起来算一组 有轮胎吧 配上钢圈吧 还有几个罗帽 请问同时买的时候他们叫什么 这个就是我在讲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 如果你有的人还真的需要翻字 你才知道我当我这样买是 它的数量单位是什么 你可以用set或piece 或很多很多种讲法 我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是这样 所以哦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可数名字是 hair 因为外国人的想法是头发太密了 太多根了 所以他数不出来 数不出来 所以他把它hair当成不可数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像我们刚才讲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有没有注意到他前面什么都没有加 来我们男性的第一个概念 hair因为是不可数 所以他前面本来就不需要加数量单位 你不加是对的 可以 要么你就要加正确的 是不是我刚才讲过一个概念 可数名字在单数是前面你要加什么 所谓的指定词 有给你有指定的词 或者加数 数字 罐子无指定词 那不可数名字 我刚才是没讲过 前面什么都不加也可以 所以你看这个brown在这个地方 用颜色去形容这个不可数名词 所以今天先给你一个概念 再来为什么这个地方也不加 为什么这个地方也不加 为什么我解black eyes就好了 来注意一件事情 我刚才是不是讲过条件是三选 可数名字在负数的时候 我记得吗 我给你一个概念 有个s以8的时候 代表plural 代表plural 代表负数 它在负数形的时候 确实前面可以什么都不加 确实前面也可以不加 你也可以写two black eyes也可以 没有人说你是错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一般人就不写two了 black eyes 因为大家心中有个概念 眼睛就是一双嘛 难不成是 难不成不是一双吗 对不对 所以一般人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讲到眼睛就一双眼睛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she has 这边不加的理由 跟这边不加的理由 你要先记住这个概念 因为有时候加与不加 不加 可能是对 加了是错 有时候是加了 也不太对 反而不加是对 加与不加之间 就是一个考量 加以及不加之间 你要把它的条件是 就是想得很清楚 想得很清楚 再来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在这个and的这个地方 要非常注意一下 上语能够我们交了对的 我们交了连接词 boyfans b-o-y-f-a-n-s b-o-y-f-a-n-s but or yet for and nor so 我先跟你讲一个概念 boyfans 请你一定要会背 不要去问为什么 因为你连这个都背不起来 我救不了你 真的很难 你有没有注意到 老子在教书的时候 我背了一大堆东西 所以 语法是这么回事 语法是这么回事 有太多规则要背了 太多了 不是一个规则 两个规则 像我今天讲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为什么要这么写 运用层面是什么 你一定要把文法 语法的一些基础的一些逻辑 好好整合 好好整合 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 你只是被固定句型的话 你的延伸不够 所以我只要把句子 换随便掉几个字 你就写不出来了 你也判断不出来 强是需要一个强 强这个 你语法强的话 你是任何句子 你都可以分析 而不是说那种固定 你说我一定要找出一种固定的句型 我才觉得它是对 不是这样讲 写文章有很多种写法 我们在讲的那种基础的写法 外国人也不用 你随便看一个明星 每天他在po的一些文 我们讲说一些 这个粉丝 在粉丝团那边写的一些文章 真的去读的话 你会看的 哇 奇怪了 怎么写的这么奇怪 所以boyfans 你要回去背 boyfans 我昨天讲到 and or but 三个叫对等 对等的概念 就是这个语字 这个句子你必须会做句型分析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ass 其实它是由两个句子合并而成的 两个句子 当你在讲对等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句子 它确确实实是由两个字句 两个完整的字句合并成一个的 因为他们的主词相同 都叫she 他们的动词也一样 就叫has 所以你要把它念两遍 she has brown hair she has black ass 合起来叫什么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如果你不是用老师这种操作方法的话 你不习惯对等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两个句子 你吃一个大亏了 你吃一个非常大的亏 为什么 因为你语法太烂了 我就这样讲这么一句话 就我讲话 这句话我要讲比较重 因为你不了解对等连接词的意思 它的含义 它就是两个完整的字句 两个完整的字句 把它合并 把它合并 因为这两个完整字句 可能有共同的主词 或共同的动词 或共同的形容词 或共同的名词 这不管 反正它一定是有什么对方 这共同的 所以我采用到什么 对等连接词 我讲话就比较 这个一定要讲重一点 你不要再去听谁讲谁讲 这个不要谁讲 这语法书上写的是一清二楚 在这个对等连接词 有些人他懂的句子 有些人他懂的句子 就是说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他懂 但是他不了解 这是两个句子 你可以分开来用 你两个分开 有的人会这样写 但是你问他 为什么这么写 他答不出来 对等连接词 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很重要的 去看待它 因为我们常常在写 多子句的句型 多子句的句型 有的人他句子写得很长 他不禁得是用这种简单的句子诗 如果你分不出来什么叫子句 那就出现一个大问题了 那就出现一个大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句子永远都是单句长 永远都是这种单句长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写写写 打个逗点 再写写写 再打个逗点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然后再写个什么 你可能这一关就过不了了 因为你不能善用这个 你搞不懂每个词 像对等连接词这些 他们怎么样去引导多子句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今天讲一个重点 就是你自身要搞清楚 当你用到and or but的时候 and or but的时候 你实际上 你要想到层面 简单一点的语法来看的话 就是说 共同的she 共同的has she has brown hair she has black eyes 合起来就叫什么 she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当我把它分拆成两个句子的时候 分拆成两个句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一切字经 黑人不可数吗 所以前面什么都不用加 ice 可数复数吗 所以前面什么都不加 也可以嘛 对不对 同学这一段 希望有做稳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今天 最困难的地方 我现在今天稍微讲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同学们讲 今天的句子看起来很简单 今天句子看起来很简单 你要看是谁跟你解释的 你可以说它难 你可以说它简单 就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语法 但是你基础如果打得好的话 我相信老师每次在讲一些类似语法的一些话题 我基本上不太喜欢重复讲同样东西 你跟到我今天六十多堂课的东西 大家知道我的习性 六十多堂课 我六十多堂都讲不同东西 所以说 希望有耐心 渐进势加强 不要觉得好像平淡无奇的语法 该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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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大家的够不够了 然后我们看到 It's the girl in skirt and the black striped share your sister 这一句难 这一句难 这个跟刚刚我今天讲了 我要讲形容词 对不对 所以我们按渐进式加强法 再给你看看这一段 我们要怎么去 才做更深层的一个想法 所有的语法都一样 如果你的基础 你在基础这个地方 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 那你做它所谓的变化的时候 这会更困难 这会更困难 好 我们来看 It's the girl in skirt It's the girl in skirt and a black striped shared your sister 这个你先不要看 因为这个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这是一个对等名词的概念 我把这个your sister 所以我先来讲什么叫做 来 我们先把这个句子猜的短一点 It's the girl It's the girl your sister 来 我先讲一个最短的句子 什么叫做It's the girl your sister 我们先把girl当成主词 把is往前移 对不对 The girl is your sister The girl is my sister 是不是就简单了 看起来就简单了 对不对 The girl is my sister The girl is your sister 其实是这吧 还是一样嘛 可数 对不对 可数前面要加什么 指定 因为单数的时候 我永远都教同学们 你要这样被这个语法 当你预料可数名字单数时 请你在前面加 这个形容词 形容词可以加很多种 可以加数量 可以加指定 你还加哪一个我管不着 因为它的变化本来就很多 但你记得一定要加 所以我永远跟同学们讲是这样子 因为在写作这一块啊 我们很要求 我们很要求的 有的人他讲一些什么高端语法 这一些 那我在讲啊 你在写作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机会啊 因为写作 写作这一块永远都是题目是 忽然间出来的嘛 没有让你 没有让你机会 拿你一个已经 写了很久的文章 然后考试自己 对不对 我要先讲一个概念啊 语法的概念就是 例如说你在面试的时候 一个假设是一个外国老板啊 他随便问你一个话题 你怎么知道 他要问你什么 可能你准备了一大堆稿子 你备了一大堆 找别人帮手也好 不知道什么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 他永远不愿意面对这一块 所以我就讲了 直接了当啊 你怎么知道人家问题是 你可以临时修饰 临时20分钟 要你写个几百字 你临时改稿吗 我知道很多人在 学英语这一块 他总认为说 反正有些东西 我找人帮我改一改弄一弄 我传上去就是我的了 不要有这种心态啊 不要有这种心态啊 你应该去认真的面对啊 你到底会不会 而不是说 找些帮手或什么 因为总有一天啊 你会遇到这个问题啊 自己写不出来 老是要找人家帮啊 永远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 is the girl your sister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什么概念 逼动词移到前面 the 是定官词 the girl is 谁的姐妹 所以我们先把 这个简单句子 先做一个排除 那再来就是 这个地方 is the girl in skirt 那记得一件事情啊 在穿着的这个地方 你要非常小心啊 穿着的这个地方 你要非常小心啊 为什么这么小心啊 因为我们在讲啊 在你穿衣服啊 穿裙子 他在in skirt in什么 on什么 你常常有的人在in跟on之间啊 他会完全不知道 到底用哪一个 所以我建议啊 每一种衣服 所以这个太广 用起来太广了 太广了 in pants in shirt in t-shirt 对不对 with glasses 戴眼镜就不用in了 with glasses with earring 对不对 有戴在耳環 你就不用in earring with earring 所以with watch啊 什么之类 我请你同学们啊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当你学到了 不管是哪个衣服 哪种服装 眼镜 首饰什么 请你找到那个单身词 去看一下字典 看一下字典 到底他是用什么解析词 因为太广义了 有时候用in 有时候with 有时候on 有时候很多 很多 用错 就 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下个解论 到底你现在在讲那个 那样 所以有个同学他说 老师这个为什么是这个 那个是为什么 那好难解释啊 我一定要讲那个难解释啊 很多英语非常好的人啊 他最后最后一关 我先跟你透露一下 最后一关 反而是到底什么词 该用什么解析词 反而一直在翻字典 啊 所以有的人说解析词很简单 我说你这概念好奇怪啊 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想这个 这个字 有没有用对的话 我们反而还 有时候还去看一下字典 这个词到底是用什么解析词 所以千万不要搞错啊 解析词 就是请你去想一下啊 你讲的简单解析词 我的理解啊 如果用对的 proper的 proposition 反而很困难 反而很困难 很多人啊 我们在教学教很多年啊 解析词词 有时候要翻字典 然后去查 你问我说 有时候我们去看语法 奇怪老师 这个词是什么词形 你帮我改一下 我改好快 可是有时候遇到解析词词 奇怪他写的好像有点不通 翻字典了 所以我们先讲 in skirt 就是穿着裙子的意思 穿着裙子 你可以想像这个skirt 围在你的身上 这个意思 是 is the girl in skirt and 有没有注意到他用到连接词了 用到连接词了 and black stripped shirt 有没有看 shirt 所以有没有看 所以你这边有两个词 一个叫in skirt 一个叫什么 insured 先注意看哦 有看到这个对的连接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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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讲条件是 你先看哦 先看这个地方 the girl 我们再把它重写一遍 the girl in shirt the girl in skirt 好 这一段 注意哦 the girl in shirt the girl in skirt 我们先不要把它写太难 先写这个简单一点 the girl in shirt the girl in skirt 所以你看 女孩子 in 这个接续使用 in shirt in skirt 这就是什么意思 穿着衬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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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你把这两个 这两个句子中 重复的是什么 the girl 重复了 不重复的是什么 shirt跟skirt in in 有没有重复 有 也重复了吧 所以 这两个合并 叫什么 the girl in shirt and skirt 先注意一件事情 第二个in也拿掉了 第二个句子的 the girl 还有in 你可以拿掉 为什么 因为你用到的连接词啊 对的连接词 它有个含义是什么 当你两个句子中有重复的字时 当你用了连接词是这两个单 这两个个个别的一个句子哦 重复的字我们可以把它拿掉 用 连接词 对 我们在讲是对的连接词哦 对等嘛 平等的嘛 对等的嘛 所以自然你拿掉一个人家也知道你有拿掉一个 有听懂我意思哦 所以这时候你就这样 the girl in skirt and skirt in shirt and skirt 好 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这个句子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in skirt and shirt 这个时候成立了嘛 这时候有没有看到它 但是它是穿什么样子的shirt呢 什么样子的衬衫呢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 black stripped shirt 你们注意看 这边打一个痘点 打一个痘点 好的 来我们先来注意一下 今天要学的这个哦 来 我现在把这个重新打开来一下啊 因为今天讲到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我觉得 比较难一点的地方啊 来 看到这个地方啊 she is in a long skirt and a black striped t-shirt 来先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形容词的秩序 形容词秩序 秩序 秩序就叫什么 order adjective order 好 我先喝一下啊 水啊 今天话讲的比较多啊 连续讲 好 那我们先来先讲这个什么叫形容词秩序啊 这个地方 形容词很特别 我们刚刚又讲到一个概念哦 我刚刚又讲到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是 she is in skirt she is in t-shirt she is in skirt she is in t-shirt she is in t-shirt she is in skirt she is in t-shirt 然后我们就讲,she's in skirt and t-shirt 这个地方应该就理解了吧 因为in skirt and t-shirt重复的是in 所以我们用这个什么,连接词 去连接两个名词 这是一个概念咯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名词 如果这两个名词没有办法组合在一起的话 有些名词可以哦,有些名词不行哦 例如说你看text跟book 合起来叫什么textbook 复合名词嘛,有听懂我这个概念吗 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有些东西 它是可以合在一起就复合了 两个东西太像了,合起来又被一个神词了 tag,book,text,book,textbook audiobook,audiobook 你听懂我的意思嘛,但是来了哦,所以一般来说你会发现形容词 如果这两个名词是怎样?如果这两个不能合起来,做不了朋友,没办法复合 那我们就用连接词嘛,对不对? 就把它用连接词,把两个像skirt and t-shirt,我们就用skirt and t-shirt,对不对? 把它连接词连起来 形容词就不同咯,形容词就不同咯,形容词就不同咯,形容词很特别 有没有看到along,along,a black striped t-shirt 注意件事情咯,形容词它有分order,有分秩序 如果说这个形容词它的秩序是不同的 它的秩序是不同的 比如说形容词有分意见类型的形容词 跟大小有关的形容词,跟年龄有关的形容词,跟颜色有关的形容词 跟国籍有关的形容词,跟材质有关的形容词 它就是按这个顺序 所以你要先了解一个形容词的概念 所以当你讲到意见,那是代表说你可能对这个形容词 你有个很direct的一个意见,opinion 会给你一个opinion,它是漂亮的啊,丑的啊,聪明的啊,笨的啊 这会变成你的opinion 大小,大小就很多了 我们可以讲出它是数量,数量的大,数量的小,多量少量 或者你可以讲什么,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 直接给它一个数量,也可以嘛,对不对 再来讲到年龄,young,old,这种讲法 这跟意见又有点差咯 因为意见的意思可能就是跟你讲美与丑 但是不会跟你讲年龄 所以给你有年龄感觉的形容词是第三个 再来你讲的颜色 什么样的颜色 当然你可以讲它的nationality,它的国籍 这个是使哪一国家来的人 所以你看有些东西是形容词,可以当形容词 中国人 中国人 名字 也可以当中国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国籍 国籍确实 也可以当形容词用 最后一个就是材质 就是textured textured 就是什么样材质 例如说它是wooden 木质的steel steel steeled steeled当然是名词 steeled 就是我们讲铁字的 钢字的 你去加一滴嘛 所以材质有分 石头类别的 或者怎么样 mar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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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就是大理石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去想一下 一般来说 形容词是有秩序的 形容词是有秩序的 那当然 你可以发现 r 偏向于 大小 好 约一个嘛 对不对 好 那 像我们这边black 偏向颜色 stripe 偏向颜色 所以 注意一件事情 形容词有一种用法 很特别 假设说 我竟有两个颜色 有black 还有stripe 调稳的 调稳的 有点像类似调稳 stripe black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有的行动词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text 跟book 合起来 叫textbook 这叫复合 那不能连起来 我们就是什么 skirt and t-shirt 我们就用and的连接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看black 跟stripe 它像黑色尖条的 黑色尖条的 那这时候注意一件事情 你可以讲black and stripe 你可以这样写 或者另外一个形容词的用法就是black 打个逗点 这个逗点就得add 这是一个另类的写法 black strap t-shirt 念的比较快 有些形容词会有这种用法 再稍微写 it is a black t-shirt it is a strap t-shirt it is a black strap t-shirt 你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有时候看到这个逗点 这个逗点 它其实是可以把两个无法组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只有听过复合名词 我们可没有听过复合形容词 对不对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名词有些可以复合 就叫复合名词 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复合形容词这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在这边打个逗点 我会写end 再来 再来 这个打逗点是代表end 因为它们两个 你会发现black跟条纹 这两个 感觉是 没有 感觉它们的位置是差不多了 都偏向于颜色 因为strand 它并不是材质 它是代表条 条纹型的 所以它是以颜色来看待的话 它是 它的颜色就是一黑一白 一黑一白 或一红一黄 反正它是条条 这个样子 好 那我通常都会跟同学们讲一个小小的一个 讲 把这个语法把它分析一下 你可以讲 例如说喂一只狗 I have a d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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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讲I have a dog的时候 是不是 你会发现为什么dog 为什么要加儿吗 因为一只嘛 你有两只你会怎么写 I have two dogs 是不是 没错嘛 所以当你在讲I have a dog I have two dogs 你会发现在 儿跟处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语法中 它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你告诉老师一下 是意见吗 还是大小 还是年龄 还是颜色 还是国籍 还是材质 你先想一下 偏向哪一个 偏向数量嘛 大小嘛 对不对 因为你看嘛 一只的时候我用儿 那你有没有写I have one dog 也可以啊 所以我们以语法来看 你可以发现儿 two 其实在这一段语法中 比较偏向是什么 数量 好 我两只小狗 怎么写 I have two 什么 small dogs 好 什么是small 什么是small small 当然是大小 大小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啊 这一段语法啊 你要记得一下啊 老师通常不喜欢用这这这这一段 我喜欢用什么 指定啊 我喜欢把这一段写是指定 先指定再数量 指定数量 然后我就写大小颜色 好 所以你看啊 so I have two small dogs 好了 再来 两只狗如果都黑色的呢 I have two small 什么 black dogs 好 这会给你一个概念哦 I have two small black dogs 好 所以你会 你在我们在用联用的时候 我们在用这个联用这个续的时候 形容词续的时候 你如果能抓到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排序的一个顺序时 你不需要用到连接词 你会发现 形容词因为它的order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称它的序列啊 排序的这个位置不同时 不同类别的形容词 有意见类别的形容词啊 大小类别的形容词啊 年龄类别的形容词啊 颜色类别的形容词啊 国际类别的形容词啊 如果它的类别不同 它所排出来 它在序的位置也不同 在自序的位置也不同 你可以 从左到右啊 不需要用到连接词 你就可以排了 那当然 我通常都会用这种范例啊 I have a I have a dog I have two dogs I have two small dogs I have two small dogs I have two small black dogs I have two small black dogs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 two black small dogs 为什么不这样用 所以它只有顺序 一定是two small black dogs 你不会讲two 你不会讲two black small dogs 你听懂意思吗 你会讲small black dogs 你不会讲black small dogs 因为 除非你 这世上有一种叫小狗 那刚好是黑的 我们是 我们会讲小黑狗 不会讲黑小狗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也听懂啊 就是 我们以中文逻辑来看 我有两只小黑狗 可是下一个人问 我两只黑小狗 总是觉得怪怪 一般人都讲小黑狗 没有人讲黑小狗 所以要听懂这个意思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用对正确的秩序 用对 当你形容词 要记得它分不同的类别 有专门是给人家 纯形容词 直接形容 或者有的形容词会给你数量的感觉 有些形容会给你指定的感觉 有些形容会给你颜色的感觉 所以你自己要去区别 形容词有分不同的类别 但是你要去排它的序 那今天稍微在前面这一端 我这有点困难 就是我们这几堂课 一绕到这个形容词 可能大家就开始发现 好像也不是这么简单 好像也不是这么简单 那我把这个讲义再重新开一下 一样晚上的课程 今天晚上直播 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交到太晚 老师又必须讲 因为早上我一天能直播的时间 每个老师都 如果是能看得到我的影像的话 就只有四个小时 所以早上两个小时 晚上万一又用两个小时 所以我今天大概一个多小时 就是我会交到11点之后 还一直往后压缩我 晚上的堂课时间 这不是老师愿不愿意的问题 这系统就是这个样 他就只有四小时 我在想可能就是 他们有顾虑到 不希望每个老师每天太平 教太多时数 燃烧这个小宇宙 所以意思就是系统有 不希望我们过度燃烧自己 我觉得也是好事 不然 我常看到有些老师 线上其他老师 我觉得一天直播时间好长 十几二十个小时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得到 就是每个时段都看 某些老师他可以一直不停的教 我在想 这个燃烧的力道非常强 我烧四个小时都烧不下去 可是我常看到有些老师 燃烧 六个八个小时都还在燃烧 我在写的 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不知道是真的是 那是放回波袋还是什么 感觉真的是厉害厉害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去 讲讲笑话 后来同学们有时候上课很枯燥 所以说我刚刚讲这个范例 你自己可以想一下 可以说你看 我再写个范例 they have they have a dog 我这样写 看你懂不懂 they have a dog 够简单了吧 they have two dogs 还有两只狗 那这时候 注意啊 你可不可以写they have my dogs 可以啊 他们有我的狗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这是有一个互换的功能 互换的一个条件式嘛 对不对 是吗 因为你有背过嘛 二十五指钉 你在某些环节来说 我们讲二十五指钉嘛 对不对 但是有指钉就变my 所以你就换一个字 they have my dogs they have my black dogs 还有我的小黑狗 they have my two 什么 my two small 那我们就讲这两个黑狗好大字好了 因为small算了 and big they have my big black dogs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对不对 那我 我再试试看 they have my mean my huge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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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ry okay 好 they have my angry big black dogs 可不可以 他有我两只生气的黑狗 打黑狗 打黑狗 还不要黑狗 我要打黑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说不行 那这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感觉 有一个什么感觉 这个mind 为什么放最前面 因为它是指钉词嘛 指钉词当然会驾驭 驾驭其他 驾驭其他的行动词嘛 因为指钉必须先讲是谁的嘛 对不对 你才去讲道理这个 这个其他行动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angry 是不是就我们敢讲的 angry 是不是就代表意见 这狗好凶啊 big 是不是又讲到大小了 black 是不是讲到颜色 对不对 they have my angry big black dogs 你看面前顺不顺 顺啊 对不对 my angry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 我通常啊 随便写个例句 你自己就用这个例句去想一下 先写指钉 再写什么 意见 再写什么 大小 再写颜色 那你可不可以写black and white dog 可以啊 如果这给我又黑又白 black black it 好 那你可以这边写black and white 好 那你可以这边写black and white 搞不可以写在这里 好 这就老师给你一个概念啊 什么叫语法啊 你自己要去想一下 这些他因为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 透过一个不同方式 你该怎么排他的顺序 那这几堂课都有在讲到形容词啊 好 我希望如果在这几堂课尤其最近这三堂课 如果你 你发现我们已经变这么难了啊 已经变这么这么复杂化化 我建议这三堂课一直一直看吧 啊这没有办法啊 我们没有办法 老师没有办法一直在这个环节一直解释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多读一些你要把你的质量还多读一些句型啊 你质量没有冲到一个地方时 其实其实我这样跟你讲啊 那你还是你的变通不大啊 你的变通不大因为你没有多看更多的句型 那你看更多句型是你在反过来看我今天讲这个例句的时候啊 你可能就有一次心中能够理解度啊 为什么形容词有秩序啊 形容词有秩序啊 他有顺序的啊 有顺序啊 一定要记得 所以这几堂课一直在教形容词啊 真的 所以我说也不见得难啊 也不要你从这种简单句子中啊 去延伸难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生词 younger older 所以young 我打个型号 他其实是个破音词 younger older oh怎么样 他也是个特别特别啊 也要打型号 他也是算是自然拼读 没办法算出来他的规则啊 brother brother 怎么念 oh破音词啊 a sister 原辅音 sister cousin 有人注意 cousin 也是破音词哦 越欧美发音 所以这个欧美发音词又念u的a cousin cousin dad 原辅音 at dad mum mum 有人念mum 都有哈 an an 原辅音 un co nco nc nc 在这个地方二合啊 an 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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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啊 ant 不看u 音词发音呢 ant ant a 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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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念哦 我那天还蛮好玩的 我讲一个蛮好玩的哦 我讲一个蛮好玩的哦 有一次 我对这个道理他要念ant还是ant 啊 我一直出现一个疑惑啊 我实在是想不透的 因为我看到呃大部分的美式字典 他的标识法都是ant 他没有ant这个标识 没有啊真的没有 就有一天呢 呃大概两三年前啊有一天蛮好玩 刚好我的我的表妹啊 啊跑来我们这边玩 那我就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因为他的妈妈就是我的阿姨嘛 而且我这个表妹蛮好玩 他是美国出生的 他是美国出生的 他不会讲 他不他中文很差的 非常差 然后他 啊 他是麻生理工毕业的啊 麻生理工毕业 他后来变成那个 psychiatrist 那边心理心理治疗师 MIT毕业的啊 所以我在他面前啊 啊 讲话是非常小心的啊 我那个小表妹啊蛮好玩的啊 啊 学霸了啊 就是我们就这样讲啊 就学霸 年收入啊 好像是30还是40万美金吧 啊 他讲啊 很厉害啊 MIT的 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到 我说我的 我说他的 因为当然聊到他妈妈嘛 我说 啊 ant 啊 ant 他问我一句我讲 isn't that spell aunt isn't that aunt 他从小到他中文是很差的 他就念ant 我说 我说不对啊 字典是and 他说no way 这是aunt 他就 I spell all my life as aunt trust me trust me aunt 我说 奇怪啊 我说 我这小表妹 应该不会骗我吧 因为他是 他是波士顿嘛 波士顿那边长大的嘛 Massachuse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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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长大的嘛 他说啊 我说 我说不对呢 因为我在东西部 听人家叫the aunt my aunt 我也没听过aunt 他说no 只有aunt 没有aunt 他说 aunt是念错了 我说 怪了 我还翻了字典拿出来 给他看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看不懂音标 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好玩 在这个字上 我相信我表妹不会骗我的 而且他也不是什么烂大学 他还是顶尖全世界第一大毕业的 麻省理工啊 不是第二大 也不是第三大 麻省理工啊 学院出来的啊 只有有的时候我觉得 学徐东西就是一个问题点啊 很多人会坚持己见啦 就像我在西部长 长大他在东部 然后更重要他不会讲中文 他不会讲他中文很差的 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他英文不好 或者什么 他英文也不可能不好 他SAP是满分的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东西啦 学术界我们就不 不研究到底什么是对或错 所以我后来拿那个字典给我表妹看 我说表妹啊 这字典上写的是ant 这美国日联 他只冷冷的回我一句话 I can't read phonetic who cares 他说我读不懂 他说我一辈子听到很多是念ant 我说ok好 我说那是英式发音哦 他说没有那是美式 很硬哦 我表妹也很硬 好那只是讲个题外话 有的同学有问我说 这到底是念ant 还是念ant 我认为是都有 我认为都有 以我后来的研究发行都有 grandpa 原辅音啊 grandpa 这边叫pa grandpa 同样 and grand grandma 妈 那又注意这件事情 有的人他在grand的时候 他可能低 他会听起来比较弱 grandpa grandma 他可能低 念的不是那么强 这也是有可能 look like look like look like 我们看 ike 圆辅1 我们认为长圆 look like brown 注意啊 我们最近是不是有叫ow ow的时候 有的是可以念双圆 brown ack 圆辅辅 短圆 black ed 圆辅 短圆 a red ay 圆 长圆 a grey blonde 圆辅辅 短圆 blonde 圆圆 r a 双圆 hair 圆 y1 特别啊 我们就看y跟1 y长圆 eye eyes curly ur 圆 r 发出长耳音 curly straight gh不发音哦 long 圆辅辅辅 短圆 long short 圆 r 双圆 or short baseball 圆辅1 e 长圆 a ball 圆辅辅辅 转圆 破音 or cap 圆辅 短圆 a baseball cap baseball cap baseball cap hat 圆辅 转圆 hat suit 圆圆 破音啊 uh suit tie 圆圆 长圆 tie vast 圆浮浮 短圆 vast blows 圆 我们叫u ou 啊 唸出双圆音啊 a blows short 一样是圆 r 唸长耳音 short 那么再来 我每个字念三遍啊 you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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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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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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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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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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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pa Gran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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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like Look like Look like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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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 Black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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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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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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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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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es Eyes Cu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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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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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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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Short Baseball Cap Baseball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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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 Suit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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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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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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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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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有用到一些句型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语法练习 我们的句型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he has black eyes and brown hair As the girl in skirt and black stripped shirt your sister oh yes thank you 今天的練習這個就比較難了 所以大家我們來先 老師隨便做幾個句子試試看 我們隨便選個人 I'm looking for my brother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brother What does your brother look like? Well he has black eyes He has black eyes, black hair, and black hair She has black eye, black hair, and in Oh 我們講別的 She has black hair and black eyes 或是我們給另外一個句子寫什麼? Oh my brother is the one My brother is the one in short pants And the blue hat Oh my brother is the one in short pants And the black hat And the black hat 你可以這樣寫 你可以這樣講 或是我們再講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I'm looking for my younger brother What does your younger brother look like? Oh my younger brother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It's the one over there It's the one in It's the one in It's the one in Baseball cap In a baseball cap And the straight pants And the straight pants Your brother? Yes, I think so Yes, I think so 所以老師隨便造一些句子 或是再講 I'm looking for my younger cousin I'm looking for my older cousin I'm looking for my older cousin I'm looking for my older cousin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older cousin What does your older cousin look like? My older cousin Has Has Grey hair My older cousin Has Grey hair Has Grey hair And He has Grey hair And The Black eyes Black eyes Black eyes It's the one Over there It's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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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vest In vest And The It's the one In vest And Chai Your older cousin Yes, I think so 好,我們現在來請問 這一大題 利用這些字 這些詞 這些詞 你繼續反向的去看看你們 主出來 一個句型 看到這個去反響 看看你的主字能力夠不夠 還有語法也要顧到 好 同学们 这一边 有没有人愿意出来做一下 如果没有 我会往后跳咯 OK Brian 试试看 Yes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brother What does your brother look like? He has black hair and black eyes Is the boy in red shirt your brother? Yes he is OK 可以 这个做得不错 你还有别的想要做吗 还是只能准备出一个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临时想要组织能力很强 然后要想从这边变出来 还有吗 好 我说再做一个 好 试试看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my sister What does your sister look like? What is she She has red hai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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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o That I can You noted And But And Black hours Yes, is the girl in yellow tie, the girl in your sister, yes, she is. OK啊,可以啊,但是刚刚有个地方你要饿的时候啊,你刚讲black hair,那个地方就不用饿了,他就black hair就好了,不用饿,hair不用饿,OK,好,谢谢这个Brian这么努力的想出来剧情啊,我帮你帮下去,不错啊,这Brian这反应越来越快了啊,像我有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啊, 还有没有人要说,没有的话我会往后跳,就要跳到我们今天后面的阶段啊,还有吗,没有的话,那我就往后跳了啊,那今天做个复习啊,记得我们今天要讲到look like的这个用法啊,动词加介习词,那当然like到介习词,当然今天讲的最多的是形容词的秩序啊, 这个意见大小,年龄,颜色,国际材质,还有我讲这些形容词的一些使用的方法,我最近这三课啊,又提到很多形容词,我也希望同学们啊,啊,真的有点困难啊,这一关不好过啊,但是你还是可以抓我最近的三十课,一直连续,连续想一下啊,啊,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层面, 因为形容词,怎么去判断形容词的正确用法,其实还蛮复杂的啊,嗯,这这这关要自己想啊,嗯,好的,来,我们来看啊,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的自然拼图第二循环中,我们还是一样提供给你啊,老师还是提供给你一些phonics啊,自然拼图中最常用到的一些规则,而且老师提供这些规则是正式的啊,正式的啊,在外国用的就是这种 这种,这种方法啊,这跟老师的自然音标是不同啊,老师自然音标是自然拼图跟国际音标的改良版啊,那所以我们来看看标准的自然拼图中,我们来看今天这个规则,你可以在一个跟base word后方加上一个nessness orlessless变成一个新字,甚至如fear加less等于fearless 或者dark加ness, bring darkness diese一个概念啦 这是一个概念哦 beloved哦,这是一个概念哦 у database gives its new identity啊,这是个概念啊, ,这是一个概念哦 receive you can find or you can add , you can add you can add ness or less, you can add less area loess� 你可以н要 write lessor less 底 remembered from the back of the base word to form a new word Word like fear and less means fearless, or dark and less means darkness, 这个意思 自然拼读者有哪个人?OK,来,同学们,你问了这个问题 自然拼读的同学们,他重点来了,他有学一个观念叫base word 这个是一个概念,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base word 所以说,学自然拼读的人,他们是先学单音节的生词 或者双音节 他们不会一开始就学三音节的 所以你先去想想看,一个小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 他应该先学颜色,red,white,red,white,blue,这些字都是单音节的 那当然呢,先讲一个重点,很多人说,我会自然拼读 我就知道字怎么念,这是错误观念 外国人他的质量本来就大,词量本来就大 所以外国人他知道什么叫base word 对于他们来说,他从小到大就学了很多词了 所以对base word的判断是比较精准一点的 比较精准,base word其实这个概念,base word 如果用国际音标或者是我们学根的人,他不叫base word,他叫root 如果你有学过根的话,你应该叫做root,前根叫什么? prefix 你先搞清楚,这是不同的概念,根是根的概念 但是自然拼读学自然拼读人,他不叫group,suffix,prefect 他不这么讲,因为老师现在给你的这个规则 是标准的自然拼读中原文写进来的 所以你可以在base word后方加上less or less 所以当然什么叫less and less 什么叫less and less 这个叫尾根,如果以根的概念来说,这个叫尾根 我们就直接叫他尾根了,所以base word 注意一件事情啊,自然拼读的人知不知道重音在哪里 我先讲哦,自然拼读从来就没有提到什么重音不重音 他只有提到轻音啊 他只有提到轻音 我们讲的long,我们讲的长远音long 或者我们讲的短远音short 或者我们讲的双远音dipsum long, short, deep sum long, short, deep sum long, short, deep sum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反正大家最近也是在这 不管你讲long, short, deep sum 他们都是strong 现在有个概念啊 自然拼读他并没有特别讲什么叫做强音 因为long就是长, short就是短, strong就是deep sum 他只有这个概念 但是什么叫做shewa 什么叫做shewa,也就是落音啊 什么叫shewa shewa通常就会出现在落音节 所以这个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我要先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自然拼读跟国际音标 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很多同学们误解了啊 因为我学自然拼读的人是不会看音标的 我刚刚就在我上课就讲过了啊 我刚刚讲到ant那个字嘛 你去拿字典它上面标什么音 美式字典标ant 英式字典标aunt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我这样讲没有错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一个小表妹啊 MIT毕业的啊 他不是什么烂大学 他是全美第一大学毕业的啊 psychologist psychiatrist 他在心理学医生啊 doctor PhD degree 以SAT还是满分进于MIT的啊 因为他妈妈也是MIT 我阿姨啊 都是两个麻生理工专 可是我这个小满分是美国长大的 他是美国长大 美国出生的啊 中文也不是非常好 不能读啊 不能读不能写能讲 所以 我那时候两年前跟他吃饭 因为他妈妈我还是要叫ant嘛 我的阿姨嘛 我就讲ant it's the ant 我说什么ant 我ant 我说 我就是你的妈妈 他说 oh man you should say aunt not ant 他就直接这样correct我了 他就修正我 我说不是吧 我在西部的时候 那时候讲ant no 他就讲得很直接啊 说我整个人生一辈子 直接念ant 我拿字典给他 他说 对不起我看不懂音标 forget it man I can't read phonetic but I'm a hundred position we say aunt oh you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自然拼读的人 到底看得懂重音 有没有重音啊 第一他就看不懂音标了 他哪哪会了解什么叫重音符号 我先给你一个概念啊 如果你在问这一题 自然拼读的人 从小学自然拼读 就有了我表妹吧 MIT毕业的 已经够屌了吧 我讲说他个学霸了吧 这你必须要承认他是个学霸的啊 但是他有没有重音的概念 没有啊 我先讲 没有啊 没有这个概念 他知道西瓦在哪 他会不会看音标 他也不会看 啊你拿出来那个符号给他 他说对不起 我认为不是这样 就不是这样 那我们就end conversation 他讲的话很好 end conversation 就我们不需要再沟通这一块 他认为他 从小到大听到就是啊 就不会是end 即使字典上写end 他还是要念啊 而且他一直很生气啊 跟我讲说不要这样 我拿这点出来他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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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啊 所以你要听懂我的意思啊啊 啊 英美发音确实不同啊 所以我们要先去考量啊 他住messachusetts 或者是东部 所以东部有很多人 他还是沿用欧洲强啊 但是我想中部跟西部 尤其西部他是 美式强啊 西部强 所以有的人常问我啊 哪个字 为什么这样翻译 我说你要考量一点啊 东部西部 大不同啊 美国够大了啊 东西部 两个距离最长的距离 5500英里啊 听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重点啊 Base word 最近我们在教这个Base word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头脑去洗清楚 Base word这个概念是自然拼读的 在自然拼读中 我们不把根称作根 我们称作Base word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说在Base word You can add less or less in the back of the base word the base word add ness and less it will form they will form a new word such as fear and less means fairness dark and less means darkness 你要这样背哦 自然拼读是用这个规则 所以老师常常会跟同学们讲一下啊 每一个学习系统都有它各自的一些规则 那你全部混在一起会很乱 所以我都会讲好哪个规则是哪个规则啊 所以今天来先看注意一下 今天要教的是什么 Base word less or less less or less ness 所以很特别哦 如果我们再看这个这一段 如果我们用音标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 less less 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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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一件事情啊 在音标的书上啊 在国境音标的时候 就有标示 有些人他喜欢念less 有些人喜欢念less 有些人喜欢念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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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人先念 这没有正确的一个 我讲说这只是惯性而已 但是音试的人 喜欢念一 每次人喜欢念二 这个是不会变的一个规则 所以当你有时候会说 奇怪 什么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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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less this 什么less 如果你有这个考量的话 我给你一个大方向啊 音试的人喜欢念一 每次喜欢用二 这不会变啊 所以这是一个先决天 你如果有一些一 你喜欢念二 请你全部都念二 如果有些一 你喜欢念一 请你全部都念一 你不要在一跟二之间 一下一一下二 一下一一下二 自己去想一大堆奇怪的理由啊 我先跟你讲 字典一 要么写二的地方 他就不写一了 要么写一的地方 他就不写二了 这是 这是一个惯性啊 好 那我们来先看看 我们来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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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字 他比较适合加less 代表比较少 代表比较少 有些字 他比较喜欢加ness 代表 是什么 代表把他名字画了 所以 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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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 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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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问他家 less 还是ness 去问他家 less or less 给你答一下 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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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写上答案了 好 loud Loudless No.2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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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Sharp Sharp Sharpness OK No.3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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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less 睡不着了 睡太少 好 No.4 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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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看 Harmless 无伤害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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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less 没用的 其实这个字最好少学 我知道有的人学到这字 好有 我感觉是行龙人 Haha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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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ness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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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rless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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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pness 好 请来看 Loudness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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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字 看看下面 Hom 看后面有哪些 Fear 第二题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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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eyes are glowing in the, I am when I think about bears in bed, I can feel the of their teeth, I wish that bears are, because I'm not brave or 好。 So, this is less or less, you need to feel a little bit more, you just know that it can add another one, because it can add another one, it can be more strange. Here, let me see if you have a few questions, if you have a few questions, you can read these three questions, and I will tell you that the answer is not true or not. Do you have to d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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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write these questions, you have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et's see, let's see. Let's see, let's see. Let's see, let's se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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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see, let's see. The bear's eyes. Oh, you just want to answer, but you don't want to answer, right? Ok, well, do you want to answer? Ok, ok. Now, let's see. Ok, let's see. 下来啊,slipless,有没有同学想要做sharpness,ok,他也做,那我们把最后两题我们给下一个同学做啊, 哟,又没声音到,ok,好,同学,有听得到,I wish that bear are harmless,because I am not brave are fearless,ok,good,好,我说一句啦,这个是天,es,as,和n,ess,有什么规则吗?你说less跟less有什么规则啊?没有啊,它是有些字我先讲哦,叫你像fear,fear,fearless, 可以是一个字嘛,代表不害怕嘛,那你讲fear,fearness,那就变成有恐惧的嘛,对不对?这两个字fear,其实fearless和fearness都,这个字都存在 但是有些字不见得可以加,两边都有,像你讲sharp,sharpless,sharp其实很尖嘛,那你sharpless就更怪,什么叫不尖? 那你就先拿sharp就好了嘛,怎么会有一个sharp叫sharpless呢?但是我再觉得也有可能在某些村,你讲sharpness就是尖略物嘛,对不对?但是你不会讲说你要用sharp,用sharpless,这很怪嘛,因为它两个是颠倒过来的字 明白了,就是less本身,然后ness没有意思 对啊,但fear可以嘛,fearless代表不害怕嘛,但fearness的时候代表令人惧怕的事物嘛,对不对?有个东西让人感到,所以有些字它确实两个都可以用,有些字它没办法,太极端的字不行 对不对?你听懂吗?有些字它可以都有,有些字就不行嘛,像dark加darkless,或darkness是黑暗嘛,那你叫darkless,那是什么意思?不黑吗? 比较不黑就是bright了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加less,你听懂我意思吗?太极端的字了,或者它有相反字的 这个事实上是可以,但是没有这么说的,是吗?对啊,如果这样 是啊,想说dark,对啊,好像darker less,这不就bright吗?也听懂啊,但是也许某些状况下又同了,老是不敢打个包票啊,因为这什么状况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巨型,还要看巨型 好,那我就卖别放下来啊,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地方啊,我们来看看啊,下一个规则 rule,base word means when a word at ly ending for a new word, such as slow, and ly means slowly. 那先注意一件事,那先注意一件事,这个概念也是很简单,如果我们用根的概念来看啊,这个规则,base word means a word, a base word at ly ending to form a new word, such as slow, and ly means slow, at ly means slowly. 这个概念很简单嘛,slow, slow是形容词,我们用根的概念来说的话,一般的形容词加了ly结尾都会变成副词,一般的形容词,加上ly结尾就会变副词,这是根的概念,当然你也可以说名词也可以加ly,动词也可以加ly, 但是我们讲最主流的话,就是形容词加ly嘛,其实什么词加ly都会变副词啦,这个只是说我们广义一点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把它讲的narrow,比较集中在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讲形容词加ly会变副词,这是这个概念,但是在自然拼读中我们就称,base word and ly to form a new word, like slow, like slow and ly means slowly,好,这一关啊,好,那这边一样我们来看啊,有哪些字啊,base word and ly,soft, brave, loud, slow, swift, close, love,好,那我们先讲这几个字啊,来,好, 好,这几个字,the zoo is,the zoo is,I watch the animals at zoo,tortles walk,deer run,deer run,lions row,tiger walk,monkey screech,那后面各用哪些字,你可以想想,我这边有1,2,3,4,好,我把它分成四个字啊,好,这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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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啊, 2,3,好,我再念一下,the zoo is,I watch the animals at zoo,tortles walk,deer run,lions row,tiger walk,monkey screech,那后你想出答案, 好,当然一样哦,我前面四题,来让同学们,就四跟三吧,看同学们想出答案,哈哈,你就把它答案做出来,我做一题好了,the zoo is,oh,所以我要用哪个答案,the zoo is, you eat closely,the zoo is closely,oh,the zoo is closely,oh,the zoo is closely,oh, 好,所以,来吧,oh,不对哦,第二个才是,I watch the animals closely, 我第一题好像是写错了,因为我们不会,我可能少写了一个字哦,打字的时候没打进去哦,watch the animals closely at zoo, 哦,这个才对哦,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对,七个哦,来,所以说另外几个答案,哦,有没有同学想要做一到四哦,当然这样做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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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要马上做完,其实还蛮难哦, 有没有人要做1到4 我第一题可能做起来比较难 因为我少打了一个字 应该是少打了什么字 所以说 要恢复它的题型比较难 有时候我在写题目的时候 自己在打着打着 因为太多东西要打 有时候少漏掉一个差很多 好有没有人愿意做1,2,3,4 那2,5给答案1不用说 一张看起来提醒比较难做出来 Turdle Walk, Deer Run 我知道第一题答案是的 第一题我知道也没写错 有办法解开来了 好有没有人愿意做第一题 就是我们知道顺序 有没有人愿意自告奋勇 还是做这三个 这三个做起来应该也不难 同学你要做哪几题 我不会第四个 你不会第四个 好那你来 Slowly Turtle Walk 什么 Turtle Walk Slowly Slowly嘛对不对 乌龟走很慢 这能理解 Deer Run Deer Run Softly Swif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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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ft是转换 就是跳跃 跳跃的 那 The zoo is city Lovely The zoo is lovely 好的 可以啊 好那我先把你放下来 所以你来帮我念一下 1到4吧 就是赵已经有答案 念念看 The zoo is lovely I watch the animals Animals closely at a zoo Turtle Walks slowly Deer Run Swiftly OK好 谢谢你啊 那我们再看后面 你还没有要念啊 好的同学来 5到7有谁 愿意 Lions Roar Lions Roar 什么答案 猜猜看 没人做我就讲了 Bravely Lions Roar Bravely Tiger Walk 什么答案 Tiger Walk Softly Softly 你看啊 猫磕走的都没声音嘛 最后一个答案是什么 Monkey screech Loudly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先顶一下 有没有想要念这个5到7 没有我就往后走了哦 因为我今天晚上这个8点钟 我的音速的那一堂课 我希望同学们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晚上8点钟 因为我不想把晚上那个时间用掉太多 老师每天只有4小时直播 哈哈哈 来哦 Base word Full Less Lie 所以记得 加了FUL 变成什么 形容词 加了Less Lie Less 变什么形容词 比较少 LY 变负词 所以你要有一点概念哦 老师一直跟同学们讲啊 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 学发音还是要有一点跟的概念 前跟尾跟至少还是要懂一些哦 完全不懂还是不行 再来哦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CARE 它是加FUL Less Lie 哪一个 你想想看 能不能加FUL 可以 CAREFUL 能不能加LESS 也可以 所以我们加CAREFUL CARELESS 好 那么来看FIR FIR可以加什么 FearFUL FO FIR FIR HAND加什么呢 同学 HAND HANDFUL 不过第二个字handless,我就觉得怪怪了 没有手,这个就好奇怪了 我觉得不要,这个字好像有点对某些人是不尊敬的 建议不要用 play, playful,对不对 有没有playless? 不能玩的,好怪哦 home, homeless,没有加的吧,对不对 homeful就好像怪了吧 hope, hopeful,还有什么hopeless glad, gladfor, gladless glad for, gladless就很怪了吧 你想,你很喜悦在gladless,那就怪了吧 我对你感觉到,我很高兴你怎么样 然后你觉得我很不高兴,那就不要,不高兴就有个字嘛 睡,睡, sleepless loud, loudly,对不对 use, useless, useful hope, hopeful, helpful, hopeless, nice, nicely 对不对 我们没有听过niceful嘛 也没有听过niceless,对不对 好,这些字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字典 当然你去参考 这个就是意思 好,我们今天要讯后啊,老师 还是一样,我们有 几个选择 你可以用less, less, firmly 理 我先给你讲一个概念啊 老师现在给你用的,老师 在自然 我们这个phonics 自然拼读第二循环 我们大概是从第50多长课开始跳第二循环的 老师要非常强调一点 这个是标准的自然拼读规则 老师看了书 类似他的编排法 类似他的进度 帮同学们重新排出来的 很多文章我都是自己重新写的 那我当然用操的会快一点 但是老师没有操的 所以说 这是什么书啊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在我这个 十月份的课程 也许开得成也许开不成 这先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在第一循环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一本 你想问 这个书商在美国超过50年 Modern Curriculum Press 这本书 然后我们现在正用的是 B循环 A循环完了 B循环 所以有些 有些同学都讲说 什么叫自然拼读 什么叫 能买得到吗 当然买不到啦 内陆买不到的啦 我先跟你讲 这本书的 也不能说很贵 但是它是原文书 我就讲一下 下了课 我直接拍一张照给你 你可以找找看 找不到的啦 这台 我不讲那个字 因为昨天 有些同学问我一些话题 老师要先讲一下 有的时候 我不太想回答一些 就是说 教书以外的问题 这书名我一定会给你的 再试试去 因为有些 有些同学们 他有时候问了我一些 像昨天大家就知道 我不小心讲了一些东西 马上断线90秒 我会被惩罚啊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就是 了解尺度在哪 老师不能去讲一些 我老师不能做推销啊 那我只能给你一些意见 那我的一些学习东西 但是就是说 在课堂上 很多同学有时候 一直问我一些东西 我不小心回答 就会断线啊 所以说 这个是晚一点我回答 课堂时 我们不提 不太提太多这些东西啊 会害老师啊 老师讲死话就这样啊 所以说 我建议同学 晚一点我跟你讲 Story less less thoroughly 所以啊 那我先注意一件事情 老师最近在第二循环 我还是要跟你讲 这些很多文章啊 在判断者用这一次 这个课本啊 是给美国的幼稚园到小一小二看的 如果你觉得这文章有点难 很对不起 他是幼稚园level的啊 所以他用了很多词语 是小孩子的专用语 像 他讲base word 他就不讲root root是比较 年纪大一点的同学 他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就不会讲prefix 和surface 这两个概念不会有 这不会有 因为那些是根的概念啊 好了我们来先看看 老师念一下 What's that in the dark? 那你要自己学 这个 What's that in the dark? I'm feared because the sun slowly rises because the sun slowly rises The sky gets brighter quick Wonder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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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called the solar system we live 想想 想想 这一个字 到底是加哪一个 那我们再来捏一遍 那我们再来捏一遍 大家让同学们有机会 What's that in the... What's that in the... I am because the sun rises the sky gets brighter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the solar system we live OK 有没有同学想要来做做看 有同学想要做吗 What's that? 做什么? 直接念啊 直接念文章啊 乱六我举个范例 What's that in the darkness? 另一个语解 And what's that in the darkness? 让你来拖嘶看看 嗯 HELLO Can you hear me? 噢 听得到 What's that in the darkness? I am fear because the sun rises the sky gets brighter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 sun and the plants are the solar system we live Cod 不好意思 这个应该是Cod Cod Wonderful 所以我现在把答案帮你写进来 你再试试看一下 因为这些答案要改一下 要改一下 我把答案写下来 OK 再试试 OK What's left in the darkness? I am fear fearless because the sun slow slowly slowly rises The sky gets brighter quickly Wonderful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called the solar system we live OK OK 好 不错 可能第一次上课不了解我 这边要改 然后不错 念得很好 好 那我就把它放下来 Thank you 下一位同学也要念是不是 那应该是Mark Hello Mark 可以试试看 Hello 试试看 您您看这些句型 You hear me? Oh 有听到 I can hear you I can What's that in the darkness? I am fearless because the sun rises The sky gets brighter quickly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the solar system we live 你怎么都跳过这些字 Wonderful 跟slowly 都跳过去了 要不要再试着念一下 I am fearful I am fearless because the sun slowly rises The sun gets brighter quickly Wonderful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called the solar system we live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called the solar system I know All right Let's try one more time What's that in the darkness? I am fearless Because the sun slowly rises The sky gets brighter quickly What's the next? The monster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 sun and the planets are called the solar system The solar system will live Actually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it Because I don't know which word I should read Okay How What's that? Okay Okay I understand that Okay Maybe we will try next time Thank you Mark It's my first time here Okay Okay Are you from somewhere? Somewhere I mean So I mean I mean I can hear your accent And You speak English with them With British accent? I don't speak British accent But I can tell you You probably from somewhere That's my instinct I want to catch you Do you know Chinese? I know Chinese I know Chinese I'm Chinese myself OK I understand OK I understan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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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好 那謝謝同學 那因為時間有些 老子今天先下線 要準備下線了 OK Thank you OK 乾真同學 他可能看不到我們這個螢幕 好還是一樣 今天同學們我還是一樣 好 那今天有教到形容詞啊 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形容詞的序啊 形容詞的序 所以說 形容詞有秩序 那最近這三堂課都在講形容詞 請你一定要抓緊啊 我們最近教的這些形容詞怎麼變過來的啊 啊 有些動詞加了ED啊 PP形式可以被形容詞 還有我們在講形容詞秩序 那最近這三四堂課 如果你對今天這個覺得學的蠻困難啊 有困難或怎麼樣的話 啊 可以回看最近這三個片 晚上八點鐘還是一樣 我們有那個Phony的這個音速的直播啊 那老師 啊 那是一個半小時 所以說 啊 上一堂課我們教的是 啊 我們在教的是原因啊 原因還的發音方式 那今天晚上我們會教福音 同時要上這堂公眾課的話 建議你可以從我的文件分享中 有老師寫的一些著作啊 其中有一個叫自然 自然音標第五版 或者你去找我的音速卡片邏輯啊 在我護腔這邊 都有很多啊 我們每20課還有一個啊 去看一下老師文件分享啊 有很多教材 你可以直接下載啊 那他音速卡那個晚上的Phony啊 你可以看一看 那上一堂課 上一堂課我們那個課程有談到 一些 因素是怎麼操作 Phony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啊 如果對發音功不是很了解的 晚上上完這堂課 也就是我在音速這邊 最後兩個直播課了啊 今天是最第二個啊 我這音速這邊我已經做太多堂了 原則上 今天晚上正在玩著 我應該不會再重做了啊 如果你有問題可以晚上來問啊 不是說我這整個月都在教音速啊 下個禮拜教國際音標啊 再下個禮拜教自然頻度 最後一個禮拜我教育音啊 兩堂兩堂兩堂就結束了啊 我就不會再繼續在公眾在這個 這個區塊 因為我已經給了太多太多次了啊 那一直重複教也很沒有意思 還是要謝謝同學們 今天有來聽我早上課程 那晚上大家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啊 那反正是8點到9點半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那晚一點老師給你一些這個 在我的群裡 我告訴你一下啊 老師平時在用的是哪些教材 當然老師有很多教材才會 才會讓我們早上公眾課有題材可以講 但是老師還是要講一個重點啊 老師不太喜歡去抄別的東西啊 但是有些東西確實是國外的標準規則 老師給你的概念是國外是這麼用的啦 我給你一個標準規則 那不是我編出來的啊 那確實有家出版社就這麼寫 這樣子的這樣的規格啊 這樣的格式 那你要背 如果你就想自然頻度到底是國外怎麼學 這一本是原文書啊 很厚也不便宜啊 但同學說想要買 我建議你不要買 因為我買那本花了一千人民幣 一本書不是兩本書啊 好那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同學們大家來收看 我們晚點直播實在